歡迎大家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詩先生 和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和市況 詩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最新一期的CCL收報176.58 漢州上升了0.27% 二月交投活躍 中原十大屋苑在上週末 總共錄得37宗的成交 創了8年來的新高 一如詩先生你所料 今年的樓市氣氛明顯轉旺 你認為物業市場會否繼續暢旺 甚至由小陽春轉為大牛市呢 我自己認為 去年在眾多不利消息下 樓價都在高位復徊 初期很多人估計會拆水 如果壞消息下都跌不下 今年消息陸續轉好 所以今年的樓市應該好一點 譬如你疫情 現在有疫苗 多多少少可以控制到 之前香港受到美國的打壓 很多功能不能發揮 金融中心不能做 貿易中心不能做 但實際上 香港的股市很蓬勃 香港的貿易亦恢復得相對快 所以香港的經濟前景 不是那麼悲觀 根據財政司的估計 今年的經濟增長可能有3.5%到5% 國際貨幣基金會都估計全球的經濟增長都有5% 變成經濟反彈 這些好消息下 應該在樓市出現相對明顯的轉勢 農曆年回來 剛才你說了 實大屋苑成交的中數創了8年新高 我聽前線同事說 連初二都被客人捉著 是,都要帶他去業主道下訂 顯示之前第四波疫情 壓抑的購買力 現在是在爆發出來的 我自己估計 今年一直徘徊、增持的市況 可能出現突破性的發展 扭轉了這些 停滯的情況之後 可能會有個拐點 就是turn around 如果這樣 即使不算大牛市 都不止小陽春那麼簡單 他這次升幅 不是農曆年後 儲存一些積累的購買力 兩、三個禮拜又消耗了 我相信升勢會持續 升幅亦相對會多於之前 而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大家都說 減糖減甜 當中包括調高股票的印花稅 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 以及排費各樣各樣 但相反 沒有對樓市加拿 也沒有減拿 是,維持不變 先生,你認為這些措施 會否引發套股換樓的現象 令一批資金流入樓市 政府在這個時候 很難期望去加納或減納 全世界的政府 大部分都在維持樓價 因為經濟不好 就不想資產價格蒸發 例如香港,差不多有一半家庭有樓 樓價大跌 那些人的消費意欲 再投資能力都受到破壞 所以你看聯儲局出來買債 相當一部分是買的 Mortgage Back Security 即是那些按揭證券 有些好像房地美、房地美的公司 做了按揭 他將那些按揭打包 變成按揭證券 賣出市場 聯儲局幫他買 就是 向他放水 他做完一批按揭,賣給聯儲局 聯儲局給了錢 他又再借給人買樓 實際上很多國家都支持樓市 英國最近都好像延長了印花費優惠 所以香港 在全球QE 以及 大部分政策 大部分國家的政策都不想資產格格下跌 香港就 沒有理由 反其道去加勒 為何不加勒 當然沒得加勒 人家個個在放水 你就加勒 一場風暴之後 全世界的人的資產都上升 唯獨香港的貶值 香港就 在國際競爭上很吃虧 所以你說加勒一定不會加 減呢 我剛才說現在市場都很匯約 香港樓價又閉 政府整天被人說 那麼高樓價,人們買不起 如果他一減勒,樓價升多一點 都被人罵 所以政府也不會減勒 當然如果 如果 我作為行內 以及我接觸那些 想換樓的市民來講 他們真的很想政府在 按揭常限那裏 放寬 放寬一點 香港有很多人都供掉樓 他想換樓 換樓 如果他是小樓本來是兩成 首期買到 現在要變成五成首期 你換親都大一點 他就覺得換樓很辛苦 我覺得如果政府是 可以協助他們 容易借到錢 他就賣了他神勢單位出來 益一下那些上車客 他自己 換個更大一些的單位 社會有 流轉 對資源分配 對資源分配都是有幫助的 至於你說 會不會有人賣了股票 去買樓 市升的時候股票升得快 未必走 例如市場有些調整 有些人說 計算數 去年到現在都賺了不錯 會不會 賣樓 暫時未看到成為一股風氣 反而 很多我們的前線同事估計 如果開關之後 可能會多了內地人 來香港賣樓 這股力量可能對豪宅的 支持力會大 至於賣股 去換樓 以前也有 我記得有一個 股評家他都說 他每次股票賺了錢 都是去賣樓 他說 買股 申請 壓力很大 起伏不斷 今天 明天下跌 跌得強 經常不舒服 買樓不是每天報價 中原城市指數 只是一個星期一次 樓市相對穩定 有部份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 我認為 是一個 很合理的資產分配方式 財政預算案亦提到政府 正在研究將九龍東 五幅的商業用地轉為 改為住宅用途 坊間也估計 那幾幅地皮集中在啟德區 亦有機會提供到5800佛 過往啟德的住宅用地 麵粉赤價 屢創新高 好像 位於跑道 第一帶 去到 13,000至14,000呎 甚至最高 過了19,000 先生 你認為這次的改劃 會否掀起另一場爭奪戰 又或者 其實是否真的能幫助 普羅大宗 舒緩到 房屋的需求 政府將商業用地改成住宅用地 這個選擇是 很自然的 第一個 之前 有些商業用地 是流泊 就是流泊 賣不出 或者 不到價 沒有人要 你無謂強行 拘捕地產商去要 現在香港住宅供應不夠 理應將它改用途 變成住宅用地 我相信 轉成住宅用地之後 賣得出的機會會多些 即使是 價錢要看市況 但不至於無人問津 寫字樓或者其他商鋪 其實 空置量 是增加 從資源分配上 都沒有這個需求 你無謂強行去供應 所以這個選擇 我覺得是正常的 至於你說會不會 地產商去 搶購 香港的地產商其實它的開發能力 是遠超過他現在手上的項目 因為 80年代 我們香港一年都有 30 30,000個單位 即 以前一年30,000個單位 現在一年只有 18,000個單位 是以前的 六成左右 即是他們 他們的產能 地產商 在full capacity 的時候 根本可以生產更多 他有這麼大的產能 你讓他用一部分 他當然覺得不值 我人又請了 整個系統做好了 你不讓我用 所以 我相信 地產商 有好的地皮 一定是會搶的 尤其 這幾年 不止是香港地產商 還來了一些 內地的地產商 即是 增多足少 那個 土地資源的爭奪 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 都是 欠還欠 都看著的成本來計 如果今年 樓價 做得好 地價都會欠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樓價 去不了的 小陽春 很快借的 他們 出價 就保守一點 但是我自己看 今年 市 轉角的機會是大的 地價應該會搶高一點 看來我們 仍然都可以對今年的樓市 抱著這個樂觀的態度 今天多謝詩先生 跟我們的分享 適逢今天 元宵佳節 在此祝各位元宵節快樂